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藍夏如 感謝收看今天8月22號的宜蘭新聞 新聞首先要帶你們看的是 為了將舒澳冷泉打造成為國際的新亮點 省府邀及東北角風管處 還有舒澳政公所等單位來開會延商 初步也達成了幾項共識 就是由風管處來負責核心園區的建設 地方則是負責阿里史西的冷泉景觀改善工程 總經費大約是3億2000萬元 最快在107年可以完成 冷泉區整體再造計畫 包括有冷泉園區再造 還有阿里史西冷泉改善 冷泉產業館的開發 以及鐵道入口意向等等 總開發經費大約需要3億2000萬元 其中東北角風管處負責核心園區的建設 地方則是負責阿里史西冷泉景觀改善等工程 最快在107年可以完成 那整個冷泉公園其實除了冷泉區現在的這些 這個泡湯池之外 其實周邊的包括中原路 中山路 冷泉路 連接到舒澳火車站 這個景觀大道 火車站的拉比 甚至轉陰站的整個改建 一直延續到所謂的白米溪兩岸的進車道 阿里史西的景觀或是水池的改善 甚至於我們文小樹那塊地的這樣的一個環境整理 都是在東北角處既定的這個整體規劃裡面 他們在100年12月完成這個整體規劃 然後總計會大概3億多 那經過大家討論結果 大概東北角處會來負責冷泉園 其實核心的部分跟周邊的部分 大概2億多的經費 那希望從明年開始 如果說土地有一個管理權這樣的一個條件之後 他們就會來啟動設計 大概從明年開始就會有一些 會要設計跟工程會的這樣的投入 一起來107年108年就可以全部來完整 那變成一個新的亮點 新的國際的光亮點 此外在會中也達成了另一項共識 就是依據土地價值以及投資建設經費的多寡 作為分配冷泉園區收入的比例 其實說不管是將來的經營管理單位 是東北角處或者是蘇合政公所 那其實是都會牽涉到所謂的收入的分配的問題 那昨天的公示是說 按照現在所有的所有土地的這個土地的這個面積 轉做這個所謂的價金 然後加上投資的這個建設經費 當作一個分配的比例 比如說政公所擁有土地 那東北角處它來投資建設 就可以用這個投資建設跟土地的這個轉嫁 經費來做一個分配的依據 幸福希望透過冷泉再造計畫 改善園區環境設施以及服務品質 將蘇澳冷泉打造成為國際觀光的新亮點 宜蘭新聞記者來補新陳的報導